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耶斯敏 两岸大事国际政经军事脉动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开始欢迎嘉宾 首先欢迎淡大荣誉教授赵春山老师 春山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美国共和党请亚太区主席方恩格罗斯 大家好 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老师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赶紧来 关心到是美国总统大选 在今天正式的登场了 目前呢 其实现在台湾时间的3点10分左右 开票其实还在进行当中 美国这个50周里面 我们来看到现在目前几个 关键摇摆州的最新开票结果 已经确认有两个地方 已经正式开出来了 是由川普得到了这个最高票 包括了北卡州是由川普拿下了 另外在乔治亚州 目前已经确认由川普拿下了 16张的选举人票 当然了大家最关心最关心的 就是宾州的目前开票结果 现在已经看到95%了 宾州的部分是由川普几乎等于拿下了 而最终的在选举人票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这个当选门槛是270票 目前看到川普已经超过了 拿到了277票 对上贺锦丽的226票 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 几乎是一片红通通的 大家本来预测说川普会当选 没有想到这一次好像是大胜 Ross你怎么看这一次的最新开票结果 最新战况 我相信川普这样当选是因为很多选民来说最重要的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议题就是经济 尤其是个人经济状况 那个人经济状况是受到过去三年痛苦膨胀的影响 所以很多选民如果他们真的是以经济为主的话 他们就会投给川普 因为回头看他们会认为我在川普执政的时候 2017 2018 2019就是疫情前 经济状况是OK 没有痛苦膨胀 甚至川普在最后几个礼拜在造势活动的时候 他也特别强调你过去三年比我当总统的时候有过得比较好吗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投给我让我回来执政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结果不管其他的议题是选民关心的 最重要的议题就是经济 最重要的议题是经济 那其实因为川普那时候在当总统的时候还没有爆发俄乌战争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的通膨问题 等一下继续请黄老师来看 那就是说如果接下来川普真的又再次的入主白宫的话 美国的经济真的会变得比较好吗 等一下请黄老师来帮我们持续看 我们先来看到说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对上贺锦丽大家说真的是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这可以说是60年来他们看过这个竞争最激烈的一次的大选 那有分析就说这一场的选举总支出也非常的高 达到了159亿美元较四年前 当时的花费是151亿美元左右甚至还要更高 那如果川普真的这一次成功的入主白宫 所代表的就是他成为美国史上是第二位了 第二位当选然后任期也没有延续的总统 因为过去曾经也是有一位 美国史上只有这一位是克里夫兰 他成功的回归 当时他在第一次的时候入主白宫的时间是在1885年 之后在1893年再次的回归 那持续的开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那现在选民的这个情绪也非常的高涨 我们透过许多的影片画面都会看到美国民众 现在真的是情绪非常的高涨 会不会引发一些相关的暴力事件 这是大家接下来最担心的部分 好这个是社会的动荡的部分 再来是金融市场的部分 表现又是如何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大家常常关心的这个投资之神巴菲特 美国的财经媒体商业内幕就报道巴菲特已经表态了 他说对两位候选人他都不支持 大家都觉得说巴菲特之所以不表态 主要还是因为担心会影响到公司的员工跟他的股东等等 那确实巴菲特旗下的这个投资控股公司呢 也确实是把现金都握在手上 没有去投资什么太多的股票 把现金都筹码全部都放在手上 主要原因就是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 所以我们请黄老师来帮我们看两个问题 第一个美国接下来的内政 第二个美国接下来的金融市场 从巴菲特的这个操作模式 你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些不寻常的氛围吗 再来就是提到金融市场再提到经济 接下来川普当选 经济真的就会比较好吗 这问题超大的 不过现在是10月6号下午3点多台湾的时间 所以看起来在威斯康辛還有賓州 这两个大型的摇摆州 川普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几乎是可以宣布他胜选了 看起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假设川普会当选美国的总统好了 他对美国内政的影响是什么 第一个我觉得他会让美国的内政更加的对立跟分裂 我不是说贺锦丽当选就不会 而是川普当选他会更加的对立跟分裂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看到的美国的社会 他会是两级的对抗 中间的理性温和的选民 他的空间可能会变小了 这是美国短期可以看到未来的发展 那另外一个内政的发展 当然就是说民主党再来群雄并起 因为我不太觉得现在很多人会押保 说贺锦丽还会第二次卷土重来 当然他可能会有这样的尝试 但是会不会卷土重来不知道 那这时候民主党里面 譬如说像加州的州长等等 Newson这些的 他们可能就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准备要下一次四年的选举了 那至于共和党里面 因为川普他只能做这四年了 很多人说J.D. Vance他的副手 可能会开始往上爬 可是美国也不是当了副总统 都自己会变成总统的 所以我只能说 一样川普四年做完之后 共和党里面也是看到 中生代一群开始相互的竞逐 那是两党的新时代 从内政来讲是这样子 那至于巴菲特满手现金 我觉得他就跟我在投票前一样 所有人问我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美国住了八年多 在华盛顿特区 但是我只能说八年多 其实也不长 在华盛顿特区 它根本不像美国 所以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那最近我会说 反正当选的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是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巴菲特也搞不清楚 当时的状况 所以他宁愿先保守的投资 那再来 美国的经济会怎么办呢 当然巴菲特我想他应该会先从一些 比较不受影响的产业下手 比如说汽车工业 巴菲特可能 我举例 他会继续进去 然后另外呢 像食品的产业 巴菲特他以前就说过 投资食品业 你应该不会亏本的 因为大家都要吃饭 所以像这些 还有包括像美国的这种 基础建设相关的这些概念股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一些 比较可能的一些正向的发展 但是呢 包括像美国的晶片业 或者一些比较高科技产业 这些在川普的现在的政见下面看起来 其他的前景是未明的 因为川普他的关税 还有他可能在国际间会 又要退群了 那到底会对美国这个AI 或者相关的高科技产业 这影响是正是负 非常难以琢磨 所以我还有包括像那些 气候变迁相关的概念股 可能美国政府支持的力道 会弱一点 那所以我觉得美国经济 对了一样啦 其实就是有看好的地方 但是也必须要更加谨慎的地方 好我们看完美国的内政 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国家 他比较担心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是中国大陆他的政界跟商界 同样是非常非常关心美国总统大选 而且他们说担心的有三点 然后他们称作这个三点叫做3T 用英文的话 第一个就是他们担心的是 共和党川普 Trump当选 T-R-U-M-P 然后第二个就是Tariff 就是他的关税 第三个就是Taiwan 可能会跟台湾也有关系 那确实川普他当时 就已经喊过许多次了 说如果他当选的话 就会针对中国大陆非常非常的硬派 产品的部分 征收百分之六十的关税 甚至说汽车的关税 喊到超过百分之百而已 现在呢 我们可以说北京 他的经济计划单位 出口业者都是严正以待 大家都是非常的担心的 接下来 我们要请赵老师来帮我们看 川普贺锦丽 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在上面会有何差别 如果川普真的确定当选了 北京是不是要紧张了 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那台湾的部分呢 这同样的问题 等一下有请两位专家 也同样来帮我们看 赵老师 谢谢 我想北京方面呢 实际上对 它表面上 它是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 所以你没有公开的官方面 也没有说是压什么宝啊 可是当然会做一些沙盘推演 那么究竟是川普赢了以后 或者是Harris赢了以后 他的对华政策 会发生什么变化 因为涉及到 你刚才讲的那个台湾 也好 那么涉及到台湾也好 那么都是跟他有关系的 那我的了解是这样的 没什么不同了 就对这两位 Harris也好 这个川普也好 他都认为 他都是美国 这个气氛现在就是一个反中嘛 那么要喝制中国的这个崛起 这个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最近你听到那个 我刚才听到那个 Mils Hamer 那个海默 Mils Hamer Mils Hamer Mils Hamer 他最近也在讲 这个休息抵得陷阱 这个大概将来免不了了 因为这两个 在北京看来 这个双方面的这个 还是斗而不破嘛 长期的战略竞争是免不了的 但是就短期来讲 他们 短期来讲 他们当然会比较希望这个 比较稳定一点 就是Harris 如果他会 过去拜登的政策会下来嘛 他们在San Francisco 有些对话嘛 会持续下去 就短期来讲 那短期来讲的话 因为中共他比较重视的经济嘛 就短期来讲的话 那川普 你不晓得他上来以后 他 这个关税 是不是 要60% 甚至一道 加税 那会采取什么要做 这是对大陆的经济最后的影响 就短期来讲 那就长期来讲的话 那当然 长期的话 那么 Harris他 民主党他主张这个拉帮结派嘛 这对大陆上就比较麻烦了 他除了应付美国 他还应付美国的其他的盟国 拉帮结派 那川普 他基本上单打独手 比较好应付 我就长期来讲 那反而这个 民主党将来很可能 会打仗 那在他们看下 那川普 他是可以交易的嘛 他反而 他反而不会出兵 你看他出兵这个问题 拜登 讲了四五次了 对不对 虽然贺锦丽他没有表态的话 那川普他 他不会出兵的 对不对 所以就大陆来讲 他有短空长多 或者短多长空的这个不同了 那他当然主要的还是要看对台 对台政策 像川普 对台政策会采取一个什么 像已经答应了川普 没问题了嘛 因为川普的过去 你不要忘了 他虽然很多人讲 要台湾这个GDP要10% 国防预算占 又要晶片啊什么 要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 晶片 可是在川普任内的话 川普是把 台湾旅行法 他是先发表的 除了台湾关系法之外 台湾旅行法 对过去这段期间的 台美之间的官方浮动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对不对 而且在川普任内 对台军数也不会少 对不对 所以台湾方面也不必太担心 那么所以未来的 主要还是要看美国 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台湾 尤其是处理 因为习近平他不会满足于 光是反毒 我常常讲他 未来他主要的工作 还是在处统嘛 那究竟这个 川普对 和平统一 对统一这个态度是什么 是他们比较关心的一点 那反毒都没问题了 美国不管川普也好 不管哈里斯好 民主共和党 他们都不主张 都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嘛 虽然前一次我们说 盛传媒体讲 曾经这个 习近平曾经问过 希望这个川普说 你不支持改为反对 好像没有答应嘛 对 但是这个问题我想 已经不是一个台独的问题 我想未来大概统一的问题 将来面对的 所以将来美国要面对的统一问题 这个问题 而中共方面非常希望了解 美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那不管是川普也好 不管是谁 哈里斯也好 我想维持现状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我认为是不大的 那么当然美国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分而不独 和而不同 你希望能够分治 但不要独立 希望能够 两岸能够和平 他不希望见到统一 可是这两个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可能都会 都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因为川普他是unpredictable 一般大陆多州 他是难以预测的 所以现在 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是 对这个川普 我想这一天可能比台湾还要来的 他们还要来的忙 他们这个智库 台湾方面反正就没有别的选择 对不对 尤其像赖金德政府 你跟大陆没有来往 你这完全靠美国嘛 就看美国怎么处理我了 那么可能可能 都要多准备一点钱嘛 对不对 川普他钱嘛 对不对 郭文医生 台湾就这个样子 反而大陆方面呢 他现在也要比较担心 因为两个大国之间呢 这个关系 而且对中共一直讲嘛 中美关系 所有关系里面 事实上所有这个关系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是方面关系 所以我想大陆方面会比较紧张 好 大家老师特别提到 这个维持现况的可能性 看起来已经不高了 在台海的部分 台湾今天其实金融市场表现 好像还算平静 这台股的部分 没有太大的波动 我们单从台股的部分 来解读的话 这个国内 台湾现在里面的情绪 好像是还好的 但 Ross有怎么看 接下来整个台海局势 你怎么看 如果我们回到川普总统 第一个任期的时候 我就能说 即使川普 甚至没有太关心 两岸问题这个议题 他的木曜团队是非常犹太 我相信他新团队 会有很多老面孔 会回来加入团队 那这些人 就是在外交 和国防 国安方面 一定会有很多 非常犹太的人士 会参加 会来加入他的团队 所以我相信 美国政府还是会有 很多犹太的动作 将来还是会有很多动作 我不排除台湾驻美代表处 也可以证明 成为台湾代表处 我相信 幕曜团队是非常支持 那川普本人 能不能接受 这个要看 他跟习近平 谈贸易方面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进行 但是如果提这个例子 因为我真的相信 在台海这方面 犹太人士 就是在执政团队的犹太人士 一定会想 可以为台湾做一些事情 所以可能会有 类似的小动作 对美国来说 是小动作 对中国来说 是大动作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近战 环球发展现场 下温向 几个小动作 关于 这个 感谢观看